好嘞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的那我们今天 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格斗家试玩 那是我们的之前 所抽到的 太晚介绍了好不好 那就是我们的那个 漂亮的机师 好不好漂亮的机师 那 现在来介绍它了 那我现在目前的素材 只能把它提升到71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内容 那它是绿鼠性攻击型 绿鼠性终于有 勾集型的 而且还是 仅次于那一个叫做 暴风 好不好 仅次于高尼茲 那当然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 比较厉害的 绿鼠性的攻击型角色 那它的队长技能呢 就是正妹格斗家 攻击力增加 55% 正妹格斗家 正妹就是性转的格斗家 就是正妹 只要是性转的 那个女真灵啊 复制灵啊 那个漂亮橙可汉啊 等等的那些都是正妹格斗家 攻击力增加55% 那这个跟谁一样啊 跟那个 哦不对哦 这个是正妹格斗家增加55% 啊那漂亮的 漂亮的那个什么 漂亮的那个金卡法 那它也是 它也是 跟没准备 这家攻击力增加55% 所以它们两个是一样的哦 队长技能都差不多 能增加正妹格斗家的 那个55%的攻击力 好的那我们的详细内容呢 就是哇 它还没有 哦 这个这个是我已经那个了 哎不对啊 这是我用图鉴 那它基本的 因为这个好像有包含到 我的那个 这好像有包含到 我的那个加 有没有 这是满级的哦 它好像满级的啦 它满级的爆级率跟伤害率 就蛮高的 10.9跟134.9 那它是攻击型的 所以攻击脱装效果有9100 那贯穿率有119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技能哦 那状态异常抗性 抗石化减少60% 石化时间减少60% 暴击伤害率 暴击伤害量增加18% 那暴击率加4% 获得能量草是15% 不过它有获得能量草不错哦 那类型攻击 对攻击型敌人增加攻击力 伤害量了8% 那攻击力加840 那美丽的邪恶魅力 美丽的邪恶魅力 这个被动技能还蛮强的 然后HP在50%以上 受到攻击时2秒内伤害免疫哦 围起那个冷却时间15秒 对每15秒 你就可以获得伤害免疫2秒 50%以上 HP在50%以上 那HP在49以下呢 受到攻击时3秒内 减少50%所受伤害 冷却时间17秒 那50%以上是有伤害免疫 那49%以上呢 有那个3秒的减伤50% 不能改变的法型 攻击命中暗黑对象时 追加相当于攻击力250%的伤害 冷却时间12 那PVP专用呢 于石化状态受到攻击时 攻击的敌人会陷入晕眩2秒 哇 所以呢 所以所以你只要遇到那个叫做是 那个 无戒 无戒它会有带石化 那石化的时候 它就会被 那石化的那个无戒 就会被人 会变晕眩2秒 那还有一个偏任金卡法 打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变成石化 所以它会被晕眩 只要有受到对方攻击 有石化效果的时候 攻击的那一方就会变石化 被晕眩2秒 那攻击命中暗黑啊 所以它的主动技就会有暗黑的那个 附加属性攻击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啊 雷轰猎蜂拳 那7秒内攻击力增加30%啦 命中时使敌人陷入7秒 每一秒相当于攻击力33%的暗黑伤害 为什么它是暗黑不是雷吉呢 搞不懂 不动拳 R1X 使用时套用超级护甲3秒 那它有 它50%以上被攻击的时候 有2秒的伤害免疫 所以还不错了 而且它秒数只有10几% 都还蛮快的 那PP专用呢 命中时 发还防守 技能结束时 使对象4秒内 无法使用掌风型的主动技 还风铃的主动技啊 雷鸣 雷鸣豪破头 雷鸣豪破头 使用雷鸣豪破头时 50%几率 使雷轰猎蜂拳 冷却时间重置 技能冷却重置 所以呢 你要先发动 1 2 3 1 或1 3 2 1 就这样啦 好不好 因为它可以重置嘛 虽然说只有50%啦 斗气风暴 那就它的那个 完结技 好了 打走技能 每秒相当于 暗黑的恭喜 那我们预览一下技能哦 为什么它的图片是作者呢 其他都是战者 哇还有七世 雷鸣猎蜂拳 雷鸣猎蜂拳 是不是 雷鸣猎蜂拳 很好 不动拳 不动拳 雷鸣豪 诶 这叫什么 雷鸣猴破头 猴野猴破头 雷鸣猴破头 所以雷鸣猴破头是可以 你要不动拳 它会有 那个 不动拳会有那个什么 那个 这个超级护甲 那雷鸣猴破头呢 可以重置 可以重置那个雷鸣猎蜂拳的 百分之五十重置它的冷却时间 斗气 崩爆 呜 明明就闪电啊 为什么它是暗黑效果呢 罗生门 你个死 三个字都可以打人呐 罗生门 这个三个字都可以打人哦 好的 不错哦 那攻击啊 那套卡还是一样用攻击型的 然后因为它好像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附加的 那核心技能就是 以攻击为主了 好不好 以攻击为主了 好的 那我们就来试玩一下这个 女鸡丝 绿属性 女鸡丝紫色效果 那我们就增加它的那个 绿属性 绿属性我们就增加它的那个攻击力吧 好不好 攻击力呢就是用那个叫做 百合 百合在哪里啊 这里 那我们的 那我们再来 我刚刚忘了看到的缘分 那我们看一下缘分好吗 那主要的格斗家呢就是 放弃不了发型 那就是这个原版的基丝 使能量潮增加5% 攻击力HP70以上 哇 那能量潮在两格以上 攻击力增加6% 永远的敌人 攻击力加10% 击败后的2.5%的能量潮 扭曲了否定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用原版的基丝会比较好 那我们就原版的基丝吧 Nice pride 那我们来打一下风纳 炮灰风纳来啦 绿属性应该是要打那个千赫啦 但是我觉得千赫应该太快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打一下风纳 到现在呢是我们来测试一下那个女基丝 暗黑效果 那他的那个 暗黑效果 空级暗黑效果 哦 那他的 他 配的缘分是原版的基丝啊 额额额额 嗯 嗯 哎 套腰我怎么一直靠近他 罗上门来了 嗯 的 应该是 我们都想要 我们都想要 我 我 哎呀 对 raction 无珍 猝吼 哎呦,我忘了用那個啦 我忘了用那個 只有70%果然是有點吃力 最後一集啊,誒誒誒 誒為什麼最後一集沒出來 誒,為什麼最後一集被 或者最後一個大招怎麼被吃掉了 不然我是應該可以贏的耶 好,換一下戰鬥卡 那本來的戰鬥卡用的是普通的,普通的五星卡 怎麼會被大招被吃掉呢 每次大招都要被吃掉 那我用的是那個千赫的啦 有攻擊力、暴擊率跟暴擊傷害量嘛 對不對,都遲等啊 那我們換一下 強攻 好不好,就用伊格尼斯 好的,那我們就這樣來打看看喔 來吧 保證 保證 比之前強喔 我還是不解,為什麼剛剛那個大招被吃掉啊 奇怪 而且最近晚的時候還會蹲一下蹲一下呢 每次在那抽卡蹲一下,我還以為是有什麼 什麼好卡出現 然後他有重置喔 所以很快就可以用第一 然後他有重置喔 喔 而且他本身還有 欸,你看 我大招被吃掉耶 為什麼我大招被吃掉啊 果然還是六星卡比較好用 果然還是六星卡好用 果然出來了齁 沒有再被吃掉了吧 我還是不懂我的大招會怎麼被吃掉啊 為什麼會被吃掉啊 果然還是要大 果然還是要六星卡啦 六星卡真的是 六星卡再加上屬性卡 真是一個絕配 而且他的秒數也不低 秒數也不高 十點多而已 十點多趴喔 那個蠻快的 好的,那我們就跟大家 介紹這一個叫做 漂亮的機絲霍華德 好不好 他是暗黑效果 但是他不是雷集啊 原版的雷集 原版的機絲是雷集啊 那當然呢 他這個暗黑效果也是有 也是有幫助的啦 好不好 而且他在 那個什麼 那個內建 40%以上 你的HP 50%以上 被攻擊的時候 會有2秒的傷害免疫 那你在發動第2個不動拳的時候 就有那個超級護甲2.5秒 所以還是不錯的齁 71% 71個等級還是可以贏的啊 不然之前用那個 之前用那個其他的角色 70幾的角色根本就碰不到風啊 好的,那我們今天就介紹這個 機絲霍華德 女機絲霍華德 漂亮的機絲霍華德 好多名稱喔 哈哈 唯一用做的 好不好 唯一做著的格鬥夾 好不好 唯一做著格鬥夾 女機絲啊 就是很霸氣啊 好不好 好的,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